我是一个爱动脑筋的小孩哦 爸爸妈妈准备好了吗 我是兔兔小淘气 面对世界很好奇 我有问题数不清 鼓起鼓起猫不顶 爸爸妈妈别偷懒 快快陪我做游戏 答对问题 轻轻笑着就是我的降临 北风呼呼从哪来 才无辜上哪去 星星冷的眨眼睛 为什么它不穿迷衣 今晚到底有说黑 门里太阳哪里来 世界到底有多大 天空外面有什么 我一切都好奇 我是兔兔小淘气 面对世界很好奇 我有问题数不清 鼓起鼓起猫不顶 为什么小孩要听话 为什么爸爸爱妈妈 为什么看见冰淇淋 就让人口水流不顶 牛奶果汁放冰箱 为什么变得凉又冰 我把美梦放冰箱 长得在哪行不行 什么动物跑得快 什么花儿像阳开 什么喜欢蹦蹦跳 什么它会咕咕叫 猎棒猎棒跑得快 向远葵花像阳开 兔子青蛙蹦蹦跳肥 兔兔的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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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咕咕咕咕咕 笑不停 一场油丝 一场乐趣 一样的乐趣 上 一定是鹰军回来了 老公 今天真早 闻见香味了吗 老公 今天我做了 好几天了英俊都这么没精打采的 不行 我不能让你这样下去 作为英俊最亲爱的老婆 图图这温柔的妈妈 翻斗花园最有魅力的嘱咐 我有责任用自己的热情来温暖那颗老公冰冷的心 看我的 红烧大对虾 糖醋里脊 干煎鲮鱼 凉拌三丝麻酱油麦菜香菇菜心 最后 隆重推出 图图老妈秘制 山药枸杞红枣乌鸡两汤 妈妈好伟大 有什么意思 没意思 什么 我辛辛苦苦为你做了这么多好吃的 你竟然说没意思 太客气了 我受不了了 有什么意思 没意思 奇怪 这次怎么不管用了 英俊 你最近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工作不顺利 是不是老板批评你了 是不是和同事闹矛盾了 是不是你犯错误了 我是不是他们要辞退你 你倒是说话也急死人了 爸爸一定是和小朋友打架了对不对 那爸爸有没有打赢呢 糊涂 和小朋友打架的人是你 给我把你的小嘴巴闭上 糊涂的鼻孔又不会吃饭 糊涂 糊涂 还有你 你们俩给我听着 大人说话的时候小孩 什么意思 到底有什么意思 什么 英俊 你要涨工资了 这是真的吗 这简直是天大的好戏 亲爱的 我有一样礼物要送给你 亲爱的 这些年真是辛苦你了 爸爸妈妈快看 欧洲的夜空真美 亲爱的 我就知道是你最近工作太辛苦了 所以特意为你做了这几个好菜补补身体 来 老公 快点趁热吃 多吃点 小弟 我觉得涨工资也没什么意思 啊 如果我不知道每天的生活有什么意思 涨工资又有什么意思呢 英俊 你的话怎么听不懂啊 小丽 兔兔 我没生病 我只是突然不明白生活有什么乐趣 每天早晨我准时七点起床 赶七点半的班车到地铁站 乘上七点四十分拥挤的地铁 八点一刻车道站 我第一个冲出车厢跑上电梯 我必须要在八点半之前赶到公司 中午吃差不多的午餐 每月里差不多的工资 我就像一部机器 就算没有手表都知道下班的时间 然后我又冲进拥挤的地铁 在第一个冲出车厢跑上电梯 避免下班换车的人流把我淹没 等回到家 天已经黑了 我筋疲力尽 吃完饭看一会儿电视 我就赶紧上床睡觉 因为第二天早晨 我还要准时七点钟起床 重复和今天一样的日子 银君 我知道你很辛苦 我可以不要钻石项链 不去欧洲旅游 我和你一起分担辛苦 以后每天晚饭 你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 小丽 我不是怕辛苦 我是觉得每天过一模一样的日子 缺少乐趣 你说得有道理 其实我也是一样 起床做饭 送土豆上幼儿园 收拾房间 细筛衣服 买菜 做晚饭 洗碗看电视 每天一模一样 我也像一架机器闷死人了 对呀 土豆每天也过得一模一样 土豆也像机器人 每天都一样 一点不好玩 哦咪哦咪 每天都过一样的日子 有什么乐趣呢 小朋友们好 在我们开始一天的游戏之前 先让我们喊一喊小豆般的口号 一起来 一 二 三 坚强勇敢 这 这是怎么了 每天都做一样的游戏 一点也不好玩 就是嘛 每天都喊一样的口号 一点也不好玩 每个星期一都吃西红柿 一点也不好玩 每天中午都睡午觉 一点也不好玩 难道不是吗 是 那么 那么 你们觉得怎么样才好玩呢 安静 安静 大家慢慢说 慢慢说 这就对了嘛 现在 哪个小朋友来告诉健康哥哥 怎么样才叫好玩呢 做一点不一样才是 现在的小朋友可真厉害 哈哈哈 英俊 太阳都晒屁股了 快起来 哎呀小丽 你就饶了我吧 好不容易周末睡个懒觉 有什么事等我睡醒了再说 不行 说好了今天大扫除的 当爸爸都要在孩子面前做出来劳动的榜样 我和兔兔已经开始了 我们整理出很多不用的东西 里面有你过去的书信啊 你不起来我就扔掉了 别扔 别扔啊 这个别扔 这个也别扔 这是我大学毕业的留言簿啊 这个我可没准备扔 虽然兔兔没学成小提琴 我们可以把这把琴当礼物送给 不要 不要送给别人 怎么 你还想让兔兔学啊 不要 不要 大人不能强迫小孩学不喜欢的东西 健康哥哥说的 我怎么忘了呢 我怎么没想到 我怎么这么笨呢 小丽 太好了 音乐太好了 毛哥 你不会是个梦吧 不 这不是梦 不 这就是梦 从小我就有一个梦 那就是成为一位音乐家 是吗 音乐 给失败的人带来勇气 音乐 让悲伤的人得到安慰 音乐 能说出用语言表达不出的爱的感情 这就是因为有了音乐 才让生活充满了梦想和快乐 我宣布 第一百万七千七百八十三届诺尔贝最伟大音乐家奖 首于来自翻斗区翻斗大街二号楼1001室的户主 张小丽女士的老公 公主的小朋友的爸爸 也会见到朋友胡一镇先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我想说的是 我的梦想要实现了 老公 你是说要是我没猜错的话 你的意思是你想 那小提琴 对 小丽 你忘了吗 上次你已经把这把小提琴送给我了 谢谢你啊小丽 妈妈 那是因为图图不学吗 这下我不会觉得没意思了 有了这把小提琴 生活每天都能有新的内容 我可以拉不同的曲子 可以拉让你们笑的 也可以拉让你们哭的 还可以拉让你们又哭又笑的 可是英俊 你没什么 我知道 没时间上课我可以自学 我可以上网找资料 我可以看电视教材 我还可以买书来学 小丽 你忘了 我的交易物就是按照书上画的脚印自学成的哦 来 我们跳一段 巴一ader trumpet 我知道 我知道 儿子 这是一把儿童小提琴 可成为一个音乐家是爸爸小时候的梦想 放心吧 爸爸也一定会成功的 我怎么听不懂啊 从现在开始 音乐让我的生活有了不一样的乐趣 因为有了音乐 我会好好的快乐的生活下去 给我信心吧 老婆 儿子 请支持我 我爱你了 爸爸让兔兔懂得了一个道理 快乐也许就在垃圾堆里 让每天变得不一样的乐趣 你也可以找到哦 难道不是吗 再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